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载木医车捐赠的衣片 民众献爱来帮助藏者 英文空间进驻地检署 手展画座还有陶艺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 现在首先要带你一起来关心 宜兰县老人人口比率 有增加这个现况 相对的福利照护也措施 也要跟着增加 因此新议员黄世操 期望未来幸福能够增加更多的照护 让长辈们不但有日间的服务 甚至一乡镇一整合中心 提供教育保健的友善环境 在重阳节前夕 议员黄世操特别来到 壮为新安居老人日照中心 作为制作美味的蛋糕 向长辈们表达重阳敬老的祝福 同时还一起来做健康操 要防止老人行动痴呆 头脑退化 这些阿公阿嬷都觉得 有了日照中心的完善课程安排 身心比以前更健康快乐 查身体更健康更好 现在老师是邀请我们黄议员 为我们家 你先做我 没有办法要带身中 很辛苦 更辛苦 我来这里重新做我 我今天才有带到这里身体 我还很高兴 查今天比较好 吃得好 吃得好 身体也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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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反正比较高 王世超表示 县内老人比例已经超过百分之十四 相对需要更多照护政策 因此扩道服务层级跟项目 是未来的趋势跟国家政府的责任 我们在这个西级里面就像宇宏 我们现在政府做得非常好 长青食堂上便当 这个关怀祭典 关着我们老人跟老人开港 健康爬爬走西级的 美级的像我们这些日照中心 可以把我们大家来放职会 在我们社区 跟我们这个客户里面 悬置空间楼出来 我们来照顾大家 让大家做会 开港 再来整个核心的 A级的 A级做什么 我们在宇宏 在照顾 变到服务 因为像包括 我们私自的很多 阿姨 或是说 乌尼桑 私自的部分 有的可能就是 包括有人有中央的 要服务 服务的部分 我们希望是A级的 A级的每一个兄弟 都可以有一个 所以我们有ABC三级 来做处理 王世超也跟现场的阿公阿嬤 要向电视机前的其他长辈们 表达崇安节的祝福 宜蘭市务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道 要旁自远方来娱乐乎 在扩别12年之后 宜蘭市姐妹市 美国萨士州 李务市市长 今天赛领12人访问团 来造访宜蘭市 并且拜会市民代表会 适逢现在是临时会的期间 所以李务市市长也追受 市民代表轻松的咨询 感受宜蘭民主政治的运作 市民代表会也都诚实的欢迎 李务市长来拜访 也促进两世之间的情谊 美国姐妹市 美国堪萨斯州李务市 自2005年10月来宜蘭市访问之后 今天再度来访 由市长佩迪档 带领着12人的访问团前来 除了接受市民代表会主席 制证礼物之外 并且在市民代表会上 坐上了官员被巡台 接受市民代表的欢迎以及咨询 感受监督咨询的过程 场面融洽又轻松 我的大领盟在坎加斯州 一个皇家队的打球队 里面有我们台湾的一个非常熟悉的 叫王建云 他现在好像出了有点问题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要请我们的费机市长 跟他的先生 请皇家队把他留下来 尤其人都应该要找到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想拥备 我觉得他很瘦伤 我们真的希望帮你你回去 这次欢迎的方式 有一点 我说这次欢迎的方式 有一点 就用我们台湾的咨询的方式 让他们记忆更游行一点 但是又用很轻松的方式 让市长 剛剛他也回答得很好 那要很和善的來跟我們互相交流 下次歡迎Peggy市長 代表會跟所有同仁歡迎他 而且一定會熱烈的招待他 久違了12年 美國的禮物是Peggy當CT main year 再次帶領他們的訪問團 來到我們台灣的宜蘭 我們以最熱忱的態度來接待他們 我們跟禮物市結交 已經有超過20年的時間 對於雙方之間的交往 我們非常重視 所以從禮物大橋通車剪裁之後 到現在已經有十幾年時間 沒有進行雙方的一個護航 所以我們非常重視這一次的一個訪問行程 所以我們要更加的拓展 這個國民外交 讓美國或者其他國家 來了解我們的台灣藝文 台灣的一個文化 在這邊的一個行程 我們希望美國可以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對於宜蘭的人文讓他們更加了解 宜蘭市與美國的禮物市地鐵姐妹市超過了20年 禮物市長第三度來訪將參訪到10月11日離境 期望透過參訪促進雙方民間 教育以及文化等交流 更拉近彼此的情誼 他這是第三次來訪問宜蘭 這次最主要目的呢 是來繼續加深宜蘭市跟利物市 這二十幾年來的友誼 尤其在文化在歷史 在人文方面的加深的合作 很高興看到上次有 依然是有這個交換學生到一路去訪問 這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希望能夠繼續加深這方面的交換跟交易 他很非常感謝 那麼熱神的歡迎 你們這個市民代表 下次到利物市訪問的時候 希望同樣回報這個熱神 那這個利物市的市議會跟市政府 結構跟依然是不太一樣 他們只有八個市議員加上市長 總共有九位一起開會 他覺得你們的人員比較多一點 比較大一點 而且結構也比較龐大 非常感到非常的impressed 非常高興能夠看到這種情況 宜蘭市公所也將在明年 由市長江崇淵組團 前往旅屋市拜訪 增進雙方城市認識以及互動 旅屋市 宜蘭新闻記者 石世明採訪報導 第一次台灣好湯溫泉美食嘉年華 美国96年在郊西举办之后 经过10年又再度回到宜兰来举行 交通部观光局 期望行销国内19处优质的温泉景点 享受温泉品尝在地的美食 而郊西是全台唯一 搭着火车就能够到达的温泉区 所以幸福更是广邀国内外的游客 来到宜兰深度旅游 所以全台湾的火车也能把我们打开 所以拜托 我们这里不要让它塞车 就要透过铁路局 我们旁边就是国道客业的转眼罩 透过铁路、国道 鼓励大家减开车 比较多大众一输来 我想跟19位温泉区 我们虎胸交流 虎胸文章合作 我们不是叫做減征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现在 交通部要积极开发国具的观光客 那现在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我看我们宜兰的数据 我们大概是倍增了 倍增了 那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值得开发 让大家在网路生活之外 我们能够付货一些时间 来享受我们台湾特有的 这样天式的一个温泉的一个养生的泡澡 同时泡澡之后能够享受一些温美食 让国人的身体更健康 这次梅基台风把住在三星乡的谢耀中的家里的屋顶给吹走了 损失大约是60万元 而谢耀中形容当天的惨状 人心有一计 三乡长黄锡雍今天来拜访 并且资赠2万元的慰问金 也期望乡亲能够帮助谢家来解决燃眉之急 梅基台风为宜兰带来强风豪雨 不仅在三星吹倒好几排的电线杆 就连多处民宅的屋顶也被吹翻 其中住在双咸村的谢耀中 他们家的屋顶就被台风吹先 一家人只能躲在仓库来避风雨 而在印象长黄锡雍今天特别拜访谢家 送上2万元的慰问金 希望他们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生活方面其实他们都是无浪卫生 有贪才有充滞 这边想要靠窗子来修正也都暖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除了有天然材救赎的10万元以外 公所是说应该是不是来贴助他们 趕快来作一个服务 所以今天公所跟我们村民导演 特别来帮他们委员地赏委员金 来发挥我们村民导演 希望向上做这个情形 希望说也能冠近来动过难关 如果大家如果说 有意思说要把他赌三天的部分 可以跟我们公所的社区来联络 以务能为生的谢耀中 一家五口住在平房 想起每季台风来袭的时候 整间房子都在震动 没过多久屋顶就被吹仙 还压在他山上种植的果树上是雪上加霜 造成生活步调大乱 在中岛开始风雨就很大 我觉得整间房子都在震动 差不多要减两点的时候 差不多几十秒而已 我就发发 我就觉得我们的出角 在出角那里就飞起来 一扣 几十秒而已 他就一二三四四间的屋顶 两个是铁皮连在一起的 就都飞去山上去了 然后过去山上的水果园都以为平地 就像打保龄球 都把你刷刷到白白了 所以说忽然之间我都乱了 这几天都打乱了 因为我们这边有前面是有房子 后面有一间是仓库 我现在全部都在城口里面 很快的能够把家园付 付外来就好了 人变得我们同意 今天非常非常谢谢 谢谢乡长 卸下估计屋顶修缮 需要六十万亿元 连同财物的损失将近两百万 除了三乡公所送未问金 以及依赖县天然灾害 救助金十万元以外 邻里也帮忙凑钱来帮助他们 希望谢家早日度过难关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导 从事陈一叶王妇跟夫妇 有感于倒载沐浴车 对行动不便或是失能的长辈 相当的重要 所以主动联系罗东圣母医院 兼出了一台250万元的倒载沐浴车 而当中有位行动不方便的李老先生 而过去七年来都是用擦澡的方式在洗澡 终于倒载沐浴车来到家里面 能够帮他一人洗澡的梦 看到倒载沐浴车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清洗身体 让在台北经营陈一夜的王富根相当感动 主动联络罗东圣母医院 以父母亲王前生徐曼君为名 捐出一台价值250万元的沐浴车 希望医院方可以物尽其用帮助老人家 而如果有需要他也愿意再捐 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东基他们有这个巡违车 在帮老人洗澡 然后我在电视上看了很感动 那刚好罗东的圣府医院想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帮老人洗澡 那我获知以后就主动跟他们联络 那我就认为捐一部车子来预成此事 让大家共央盛举做这个好事 让造福老人家 我希望医院能够物尽其用 把这部车子发挥到最大的功能 造福老人家 假如日后不够的话 需要增加车子的话 我愿意再借 圣母医院非常感谢王先生夫妇的爱心 因为社区有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很久没有洗澡 影响到身体健康 而有了沐浴车 可以协助他们清洁身体 让医院的医疗照护可以延伸到社区 加强弱势族群的照顾 真的是很久没有洗澡了 那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那像我们最近发现有一位长者 七年完全没洗澡了 那一洗的话 整个身体都非常非常的舒服 很多药也不必吃了 希望让整个这个医疗的照顾 除了在医院以外 我们可以拉到社区 让社区真的有需要的人 能够得到最好的这个照顾 王复根所捐的倒宅沐浴车 是宜兰县的第二部 车上被有热水器 无障碍淋浴等设备 从今年9月份开始启动 陆续协助弱势老人沐浴 其中行动不便的李老先生 过去七年都已擦澡度日 终于在圣母医院 倒宅沐浴车团队的协助下 一元洗澡梦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现在艺人县有多了一个展览的空间 这是为了突破一般人 对地检署威严又敬畏的印象 经过设计之后 规划专属的艺文空间 而且首展就邀请到 美术学会理事长苏献龙 和他指导的精神病友 以及宗措生学生的画作 来进行展出 另外还有陶一家陈庆峰 也带来精致的茶具艺品 欢迎乡亲一起来欣赏 为了庆祝宜兰地检署的艺文空间营造 主办单位特别邀请 市长音乐家林锦阳 带来精湛的笛子演出 随后与会来宾 正式接牌 来启用 3 2 1 请接牌 现在是荣誓的选择 连续疫情 在各位的开议之下 检察长表示 一般民众对于这里的印象 大多是因为诉讼关系才会来 加上严肃的气氛 让人对地检署产生距离 甚至恐惧感 因此为了改变刻板印象 所以特别规划了这个地文空间 认为是一个冰冷严肃的地方 为柔化这样穿成的影像 我们希望本属的内部现代感的空间 可以成为沟通和桥梁 所以特别规划我们宜蘭检查艺文空间 希望它可以成为宜蘭县全民共享文艺理学的地方 用来展示各类艺文创作 以桃鱼基金共状 强责社会 艺文空间的首长 是由美术学会理事长苏宪龙老师 所指导的精神病友跟装错生 所带来的用心画作 尤其学生们从原本的抗拒心理 到最后有了正向能量的思维 都能从作品中展现出来 起先他们都拒绝画 当时老师我都没有画过画 你叫我画什么 我就是不愿意画 你踩上去就对了 慢慢陪他 慢慢的让他发觉说 你的爱是永无止境的 我就是要爱你 你越拒绝我 你越抗拒我 我就是要越爱你 有一天他就被你征服了 征服以后画出来的话 起先都是消极 都是那一些这个负面的 慢慢慢慢你会发觉 这些小孩呢 他转变了 他画青草地 画我们阳光雪野 画城堡 画云彩 画星星 原来老师呢 他都把他画成牛鬼蛇神了 还把老师画成动物 后来呢 老师呢 竟然都变成了星星 发亮的星星 晚上照亮他们 所以我在这样的陪伴的过程 中错生 精神病患 后来又进到了这个地检署 第三只羊 第三只羊 更需要我们的方法 所以设立这个地区呢 非常的好 希望我有一天 也能进到监狱 那些最凶恶的 我来教他 我们教的方式呢 跟外面不同 不是让他临摹 不是让他画眼睛看到 而是画他里面 另外陶一家 陈庆峰老师 所精心创作的 柴烧茶具工艺品 更是值得大家仔细端详 而这项艺术展时间到今年底 宜蘭兄记者张丽玲采访不到 来看崇阳节的活动消息 这是以稻草装置艺术文明的 东山珍珠社区 将在10月8号 在东山的晋星宫 来举办崇阳节的惊魂活动 而当天会有30对的 老夫老妻来参加 而现场还设置了 以稻草为主的装置艺术 用社区的特色给祝福 为了帮节礼超过 四五十年的老夫妇 议员婚纱梦 东山珍珠社区10月8号 将在晋星宫 为30多对的老夫妇 举办祝福典礼 并也颁发金婚证书 而社区间特别邀请 结婚50年的 庄敬天跟林素贵 以及结婚46年的 张灿明跟林月云夫妇 为活动暖身 而他们当年结婚的时候 都没有机会穿婚纱 现在在多年后可以圆梦觉得很开心 并也分享婚姻走的长久的秘诀就是相互尊重 对啊 我们一早都坐三电车 那个时候就是 那时候就会就是这样啊 大家都是一样啊 哦 好像 敬欢喜 阿哥今天想敬 好像这个机会很好 漂亮哦 该漂亮 漂亮 平平平 我敬碎 大家我认为是夫妻都去互相尊重 互相 你说有的是都会啦 就是 成为一个家不简单啦 大家就是心开的啦 就是夫妻就同一体嘛 那就是 要成为一个家庭哦 大家要和和学学 这样最好了 比我们有什么钱财更好了 社区理事长表示 台湾离婚率在亚洲第一 而结婚50年以上的夫妻也逐年减少 所以希望透过活动为长者圆梦 也呼吁年轻人 夫妻之间要相互珍惜 才能牵手一辈子 以前早期的时候 他们结婚都随便结婚 也没有穿心 也没有穿婚纱什么东西 有的人哦 甚至有的人是走后面问的 有的人坐客人上的 有的人走后期 有的人坐三年上的 要给他们哦 在当下给他们有一些 圆他们的梦 因为毕竟他们都老了 所以可能再过几天 客室几年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就要积极的 把他们做这个婚姻 所以我们要喚醒年轻人 给他们知道说 这个夫妻是相熟相熟 让他们手牌手 怕一死人 要让大家在这里可以去送 除了举办稻草金婚以外 珍珠社区为了这场大喜事 还在现场搭建了稻草夫妻 跟稻草婚纱 让情侣跟民众可以拍照 打卡留纪念 用社区的特色来给予祝福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 希望我们最后一起关心明天 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明天以来地区是多云时音短暂震雨 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 在基率70% 气温是24度到29度之间 接下来关心肥月气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我是蓝夏如 感谢你收看 祝福你一切平安顺心 我明天同时间再会 祝福你一切平安顺心 我明天同时间再会 祝福你一切平安顺心 我明天同时间再会 感谢你唱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